你好,歡迎收看4月30號大花蓮地方新聞,我是呂慧 花蓮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日及雙語教學示範學校成果展 30號上午在住強國小舉行的成果發表 15所示範學校300多名的師生參加 動靜態成果展示將生活英語融入遊戲 縣府教育所表示110學年度示範學校 預計要達到28所,要朝全雙語學校來邁進 花蓮縣府30日在住強國小舉辦第二屆花蓮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日及雙語教學示範學校成果展 15所示範學校300多名師生參加,展出動靜態成果 開幕由住強國小帶來英語歌唱以及情境教學,揭開序幕 展現出前導示範學校的教學卓越成果 第三年如何在國中端我們開始在啟發其他的國中來加入 因為未來的孩子必須要有銜接 所以在我們現在的國中端有宜昌國中 已經是第三年 副理國中也跟上 所以北中南還有北區的學生數多 以及我們的如何去整合國小端然後到國中端 這就是要有賴於我們的教育處和我們各校來協調溝通 希望我們的孩子能成為這個世界的國民 而且不因為語言的困境而走不出去 雙語教學是華蓮教育主軸之一 110學年度事辦學校將達28所 並以2030年為目標逐年逐校提升雙語比例 每堂課將有30%時間使用英語教學 讓學生在生活前進中開口說自然學 提升對英語學習的興趣及信心 同時因應中央2030雙語國家政策藍圖 持續扎根雙語教育 接著想幫演華蓮師報導